我的这台科迪亚克330TSA车型陪伴我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下这段时间使用下来的感受 先来回答大家一个问题 那就是很多朋友都在问我 330和380车型在城市里驾驶动力区别大吗 其实我的使用感受是区别还是有的 首先380车型的动力算数是220马力350牛米 而330车型是186马力320牛米 动力算数看起来就有一定区别了 而330车型我们之前实测的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是8.8秒 这个成绩在2.0T的中心SE中表现还算出色 但是380TSA车型我们之前实测的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就更夸张了 是6.8秒 这个成绩在2.0T的中心SE中可以说是相当出色了 而且这个成绩是我们在三年前测得的 到现在很多刚刚上市的其他品牌2.0T的中心SE都没有能达到这么出色的成绩 当然动力参数上的区别跟我们实测的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的区别 体现在日常驾驶上的感受就是 当你遇到一些特殊情况需要深踩油门极加速时 330车型你深踩油门之后 它的动力还算比较强劲 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但是380TSA的车型 当你深踩油门时 它的动力真的可以用暴躁来行了 再加上这个双离合变相干净利落的降噪 整台车在你深踩油门的一瞬间 真的能让你体会到暴力熊的威力 如果不是深踩油门的情况下 其实两台车在城市里驾驶 无论是红绿灯起步还是中途超车 两台车的动力表现是非常相似的 都是比较轻快的感觉 所以日常驾驶我觉得 330和380车型动力上的区别并不是特别的大 说完动力区别之后 我们再来聊一下油耗方面的区别 380车型七座四驱动力更强 所以油耗水平肯定要比330更大一些 我们之前上海边境部有一台380TSI的长色车 跑了一半多公里之后 算下来平均油耗水平是9.7升每100公里 这个表现其实在2.07的中期SV中还算不错 而我们这台330TSI的车型 我在开下来之后是 城市高架路跟拥堵路段相结合的情况下 一个人开着空调平均时速不到30公里每小时 它算下来平均油耗是8.4升左右 相比较380低了1.3升 这个成绩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 所以这样来看 330车型虽然说相比较380车型动力参数下降了一些 但换来了更好的燃油经济性 我觉得这个做法还是不错的 因为毕竟可以给消费者两个选择了 驾驶感受方面 其实330跟380车型开起来之后就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 非常的相似 而更多关于这台科迪亚克330TSI的用车感受 我会在使用一个月之后 也就是下一次更新时跟大家详细分析一下 那接下来我准备去干嘛呢 其实我准备带这台大熊去做一个美容 我的用车习惯是车拿到手之后多多少少都会改动一下 我的原则是衣服可以跟别人撞身 但是车不能跟别人一样 我是在科迪亚克准备改装的项目 第一个那就是轮圈 因为我这台是330TSI的车型 所以在没有拿到车的时候 我就定了一套19英寸的轮圈 不过拿到车之后我发现了 给我这台试驾车 直接就选装了原厂的19英寸轮圈 但是我新的轮圈也已经定了 怎么办呢 装上去吧 这个原厂的19英寸轮圈 虽然说样子比较好看 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一T值的数值偏大 整体车轮内凹的比较严重 这样设计最大好处就是 轮煤可以充分起到挡泥板的作用 你在走一些泥地啊 或者是下雨天的路段时 车身不容易弄脏 但是缺点是视觉效果不够饱满 这么大的一台车 这几个车轮就有点像一个壮汉 夹着脚走路的感觉 换一个一T值 数值小一点 卖图更大一点的车轮 整体车身看着会更加饱满一些 而轮圈换完之后 那刹车我肯定也会换一下 因为换一套19英寸偏静气的轮圈 它刹车漏的是比较多的 原厂刹车放在里面看着就不够饱满了 放一套四货塞的刹车卡钱进去 看着会更加好看一些 而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呢 就是这台车我原本打算做一个全车改色贴膜 但后来我想了一下 这个改装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实用 所以我把这个项目改成了装一套 拓勒的行李架和自行车架 这样会更加实用一些 也更加符合一个SUV的定位 好了 开工 如果想要给车辆减重 先见哪里 皇下质量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这台科迪阿克 前面换下的零件 到底重量是多少 这是原厂的前刹车卡钱 一套重量是8.4公斤 好 拿下来 看一下我们即将换上去这套是多少 3.95公斤 这个是四货塞刹车卡钱 还加了乔位总重量 它是4公斤不到3.9公斤 比原厂的刹车卡钱减重了一半以上 接下来再看一下前刹车盘 哎呀 原厂刹车盘9.5公斤 换上这套改装的7公斤 所以这一套刹车我们就已经减重很多了 再来看一下轮圈 先放原厂的看一下 原厂是13.7公斤 19英寸科迪阿克原厂的轮圈 再来放一下我们改装的这套 拿着就已经很轻了 10.05公斤 虽然说同样是19英寸的尺寸 但是改装的这套明显要比原厂这套轻了非常多 这样算一下 我一套轮圈和刹车改完之后 我的黄霞质量总共会降低很多 具体是多少 一会儿我再算一下再跟大家讲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我这台科迪亚克改装完成之后的样子 这套19英寸的轮圈 其实放在轿车上看还是很漂亮很饱满的 但是我觉得安在科迪亚克上之后 整体视觉效果有一点点保守 并不是特别的震撼 如果科迪亚克改一套20英寸的轮圈 或者是21英寸的轮圈 视觉效果会更棒一些 但改装这套19英寸轮圈也有几个好处 第一你可以用原厂的轮胎了 如果你是380的车型 原厂轮胎胎臂比较厚 所以说并不会对这台车的舒适性造成一定的影响 还有就是你在验车的时候 这个19英寸轮圈跟原厂的尺寸是一样的 所以说没有任何问题 而另外还有一点 如果你想要带着家人出去玩 去远行去自驾游 想要换一套AT胎 19英寸轮圈你的选择是非常多的 换上大颗粒轮胎之后 整体视觉效果会更加有野心一些 而另外刹车方面 大家也看见了 我装了一套四货塞的刹车卡钳 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 刹车卡钳改成四货塞 效果肯定像比较原来的单货塞会更好一些 其实事实上并不一定 影响刹车效果 一个是刹车的总棒 另外一个就是刹车盘的尺寸 我这台车的刹车盘改装的 跟原厂的刹车盘尺寸是完全一样的 改装这套四货塞刹车卡钳 对于这台车来说有两个好处 一那就是看着会更加好看一些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原厂的刹车盘跟刹车卡钳 相比较我这套改装的要重很多 黄下质量的减重 对于整台车的减重是非常重要的 而车顶我装了一套拖了的行李架 拖了的横杆 757的脚架以及这个扰流板 还有自行车架 装这个东西的几个好处是 一周末如果带着女儿出去骑自行车 自行车可以直接放在车顶 会更加方便一些 二如果你觉得这么大的行李枪空间 还不够你装东西的 在上面放一个行李框 你的装载能力又有一定提升 三那就是我以往用车经验得出来的 车顶装了行李架跟自行车架之后 你在停车场里找车会非常方便 而选择这个拖勒行李架的时候 当时我有两个选择 一是选择拖勒的 安装会更加方便一些 市场上成熟的产品很多 还有一个选择呢 就是买一套Q5的行李架 因为之前很多Q5车主 原厂赠送的行李架 他们是不用的 可能挂在网上卖的很便宜 两三百块钱就可以买到了 买回来之后自己加工一下 就可以装上去了 切短一些重新打两个洞 安上去 视觉效果我觉得会比这个拖勒的 更加好看一些 那为什么我没有选择Q5的那个行李架呢 一是因为我想要装这个扰流板 二是我不想自己动手加工了 所以选择了这个 但是装了这个扰流板之后 我发现也是有一点点失侧的 扰流板太长了 两侧行李架有一点点挡它 所以不是特别的贴合 另外装了这套东西之后 它的风噪有一点点大 如果你在意风噪 这个东西你要慎重考虑 所以我们再来算一下 改了这套轮圈和刹车卡线刹车盘之后 整体前面的黄下质量降低了多少 原厂的19元寸轮圈是13.7公斤 原厂刹车卡线加刹车盘 一侧的话是8.4公斤加上9.5公斤 单侧原厂重量是31.6公斤 而改装之后我的重量是一共是20.6公斤 那相当于单侧车轮 黄下质量降低了11公斤 两个加在一起就是一共降低了22公斤 降低22公斤 对于这台车的性能有多少影响呢 下一次我会测一下才告诉大家 而关于这台科迪亚克更多使用情况 包括使用感受 我会在下次更新中跟大家详细聊一下 好 拜拜